各位追審的讀者 你们好 今个星期就想跟大家讲讲 台湾大选 香港人似乎对台湾大选的 那个兴趣 不是很大 因为我见到香港方面好像没有那些方面讨论 香港的媒体 报道也都不是很多 那这个都是反映着 在香港本身的政治 受到这么大的打压 和这么大的倒退情况下 香港人对台湾选举 有些意兴难删 这个可以理解的 不过无论如何 台湾选举是一个 举世觸摸的选举 这个是事实来的了 那 再加上台湾选举 亦都是在 华人社会里面 其实是一个最公平 或者最开放的一个选举 所以我觉得仍然值得 说一说 首先 或者从最近 大家知道 一些争议先 大家知道 11月15日 就在马英九 牵头之下 终于谈好 国民党 和民众党 安文哲 他们 就同意 透过这个 一系列的民调 就看看有没有可能 是 南白组合 就是说 国民党 加民众党 就联合 就联合 就和这个 和这个民进党 是争俗这个总统的席位 那他们的说法就是 第一 似乎在那个台湾社会里面 很多人都希望 南白能够合作 从而可以下架这个民进党 第二 也都事实上看到 现在看到的一些 民调走势 如果他们 不合作的话 似乎暂时 賴清德的支持都很稳定 他们两方面都没有得胜算 那所以 就终于决定了 就透过一些民调的结果 来决定 究竟到时是 哪个牌头位 排成为政总统 第二个就是副总统 那从而南白鶴 就首先下架了民进党 然后 取回这个总统府先 那但是到了18日那天 就很意外 本天那天就要公布这个 民调结果和政府总统的组合 怎样排法的 谁知道呢 那天早上大家都知道了 柯文哲呢 就和他的幕僚 就举行了记者会 那就对 民调的结果 有不同的意见 那就认为不公平 那就结果就没有协议 当天也没有公布到 南白鶴的结果和名单 那件事会怎么发展下去呢 其实就还有些时间看一下 因为呢 台湾总统选举的提名 致死日期呢 就会是 11月24日 就是还有三天 那这三天之间呢 应该还有些 讨论在进行的 当然 很明显 国民党就真的很希望 可以南白鶴 那是 看来呢 除了这招之外 国民党在今次的选举 没有什么机会 而且呢 再输的话呢 他那个党 国民党的政治前途 都会受到很大的 损害 因为国民党确实没有人 也都 没有接班人 可以这么说 你看到 要抬一个后友宜出来 已经可以说明一切了 那我们先看民调先 其实台湾就着这个 几位 总统的有意竞逐者 那些民调呢 就很多的 原来 我看回这些资料 原来很多民调的 那呢 而且做了很多个月的了 那你 除了民进党的赖清德 那还有这个 民众党的阿文哲 国民党的侯友宜 还有武党派的郭台铭 主要看这四个人 那你看回 这几个月的民调 如果你再看那个加权结果的话 那民进党的赖清德的支持率 是相当之稳定的 基本上经过加权之后的民调结果 他的支持率 在三成多至到四成多之间是徘徊的 而且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没什么大的喜乐的 国民党的侯友宜呢 就自从他参选之后呢 除了参选那一刻 比较好一点 那个民调是有接近三成 那但是 这两个月来呢 他的支持度呢 基本上是持续下滑的 到最新的一些民调 那个加权的数据呢 他的支持率呢 只剩下两成 或者两成多一点 而且呢 是持续下跌的 这个才是最关键 柯文哲呢 民众党是一个新的党 柯文哲呢 他的民意支持率呢 就在初初大概不足两成 逐步逐步上升 现在去到三成多一点的 就是 已经超越了这个 如果以个人 以个人那个 就是去看的话呢 他的支持率呢 已经稍稍是领先了这个 头友宜的了 那至于无党派的国台铭呢 就是他有没有机会参选 暂时暂时都不知道 但是他已经提交了支持名单了 那应该持续都很想去马的了 他的支持率呢 长期都是在一成或以下 这个就是 纯粹看民调 那个情况就这样了 那所以你理解到 那就是 24号就要截止提名 那 如果提名 过期过了呢 就没得改了 那所以 在这个时候 每个党都在盘算 怎样的方式来选 怎样的组合 最有胜算 现在过了之后 就没得改了 那 而总共选举呢 在1月13日举行 那就是说 还有不够两个月就选了 那如果过去几个月 民调趋势是这样的话 除非在选举工程 过程中 有些突破性的改变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 真是很难看到 就是 国民党 有什么机会的 反而 如果 柯文哲那个 民意支持度的上升趋势 是持续的话呢 或者 它有机会追得更近 或者甚至有机会 就是 就是 取总统寶座 这个都不可以排除这个可能性 是吧 正因为这样 就是 就是 国民党呢 就在这一次 所谓的蓝白盒 这个问题上面 就相当之 在意的 出动了 前总统 马英九 出动了他的党魁朱立伦 那 就 就是 抓住这个 柯文哲去谈 结果 达成了一个 蓝白盒的 研究 和协议 似乎 现在就 很多暗涌 24日之前 有没有机会 重新 达成协议呢 这个都很难估 当然 我们 都明白 政治一日都长 有可能 有突破的 但是 还有三天 我们就拭目以待 那 根据 就是 除了说 他们 那九个民调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民调 原来台湾 那些民调结果 有呢 就 因为做的方法不同 得出的结果也会不同 有些呢 就 很有问题的 我所知 有些呢 就没有公布那个研究方法的 所以也很难评价那种确性 但是 如果你看回这些民调的话 大致上 你可以得出一个印象 就是 民进党的支持率 就是 賴清德的支持率 就是 賴清德的支持率 如果以整个党 加上每个人的因素 去计算的话 他基本上都是在三成多 这个状态下 徘徊 而其他几位呢 都是 触不上他的 啊 无论 后来传出了 藍白盒 或者甚至有人 把这个 郭台铭都加进去计算的话 任何组合呢 都有一个可能性 有些组合 是会 是会超越这个 两个加上的话 就会超越了这个 民进党的 大清德 这个是 数据上是这样说的 但是 这里有两点 我们要留意 第一 就是说 总统选举 或者任何选举都好 是不是一加一就等于二的呢 就是两个处于弱势的 合脉 那就有机会超越 处于强势的一个了 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呢 我觉得 不是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 民众党的部分支持者 或者说 柯文哲的民望支持者 比较快呢 就因为他有相当多 是一些年轻人 支持柯文哲 这些年轻人的特点呢 就是他们 不是很喜欢这个 民进党 对民进党 过去八年的管治 有些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他们支持 柯文哲 或者支持民众党 也都想 民进党下架 所谓 就是 也都有调查发现 这些支持民众党的 比较年轻的选民呢 其实很多都对 国民党 同样感到不满 或者甚至 对国民党更加不满 那这个就很 很吊诡了 那就是说 就算你蓝白俠 如果到时 那个排头位是 侯友宜 这班 虽然不喜欢这个 民进党 不喜欢賴清德 但是更加憎 国民党的年轻选民 会不会 会不会 就是投票选 就是 所谓侯阿配呢 这个就很诚疑问了 选举有很多 心理因素的 那这个肯定 一加一就不是等于二 是要等很多因素 有些人都说 他说这个蓝白俠呢 不是 不只是将 柯文哲 和侯友宜的支持率 加上 这么简单的 不是他们两个人合作问题 是要他们的支持者 都要合作 才有机会 而正正是最难量度的 就是他们的支持者 是否真的会合作 刚才我说了 很多年轻的选民 其实对 民进党不满 但是对国民党更加不满 因而他们支持这个 民众党 所以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一加一 不是等于二这个问题 第二呢 我们要留意的 就是说 无论哪个组合 出来和这个 赖清德 侯柯配也好 柯侯配也好 这两个组合 和赖清德去竞争的话 有好几个民调都说 这个组合 是会稍稍领先 乃清德 几个百分点的 所以有机会赢 这个是这么说的 当然我说了 一加一 是不是等于二 这个是值得留意的 但是我们要留意第二点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 当有了这个 柯侯配 或者柯侯配之后呢 其实仍然有 两成 至到两成多的 的 台湾的选民呢 是表示 未决定 会投给谁的 那就是说 未作决定 或者说 不会投票的选民呢 会占 五分之一 甚至去到四分之一 那这个比例 也比较高 那就是说 就算你现在见到 柯侯配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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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稍有机会 赢这个赖清德也好 这 五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的未决定的选民呢 到时就会起 关键作用了 那而他们最后的 投票的意向是怎样呢 其实是 现在来说 无从判断的 那这也是 就是现在见到的一个事实 那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 就是 如果 如果 国民党 和民进党 民众党 在这次 谈排名的问题上面 闹回的话 现在他们在谈 还很积极地在谈 闹回的话 那 你更加令到自己那个 就是 所谓 蓝白盒的选情呢 是 更加难确定的 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 柯文哲的支持者 或者他的民众党的 幕僚呢 有很多 从一开始 就是说 11月15日那天 已经对这个 所谓蓝白盒这个建议呢 十分之反感 而国民党的喉舌呢 也都开尽他们的 就是 舆论机器 去 疯狂地去骂 柯文哲 幕僚里面那些 所谓主战派 那就是未曾合作 已经打架了 那这个是 已经见到的事实 到18日那一早 当柯文哲出来 和他的幕僚 出来见记者的时候 除了说 对于那个 如何计算 那个 哪些民调需要 包括 有不同意见 对于 计算的 不差比率 和让几多 有不同意见之外 呢 柯文哲也都说过 一些说话呢 很明显反映着 他的幕僚 和他自己 对 这种 蓝白合作呢 是表示不满意的 他说 他 比 被 朱立伦 突襲 突然间捉了他去谈 一个人捉了他去谈 他没有幕僚在身 跟着呢 他又说自己被他们 框了 就是被人 抹了一个框 框了 那这个呢 就很明显说明呢 就是 柯文哲 就是对于 这一次 所谓 入了局 他参与 这个 所谓 蓝白合的讨论呢 是有些说 被人找了笨的 这个 也都似乎 不是 柯文哲 这些个人的想法 是他的幕僚里面 一些很重要的关键人物 王珊珊 那些 很清楚的看法 那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而他也都说过 在当日18日 他议会说过 他说 现在不是你国民党的侯友宜 要赢 柯文进的问题 而是 如果一旦有蓝白合的话呢 蓝白合就要赢到选举的问题 那他言下之意 就是说 你透过 玩民调 以为以大压小 推了侯友宜排第一 反而令到胜算低了的话呢 他就宁愿不玩了 那意思是很清楚的 我觉得 很清楚的 而且对于 民众党 这些新政党来说 他们都明白了 台湾的总统选举 虽然你现在的 所谓的蓝白合那六点声明里面 都提到 将来选到的话呢 副总统会有些什么职责 那样 但是大家都明白的了 台湾的副总统呢 其实 是没有什么实权的 他做到什么 是要靠个总统交给他做的 基本上是在 台湾的政坛 以至台湾的政治历史上面 是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人物来的 或者简单地说 总统选举就是一个 勝者传取的游戏来的 基本上 哪个赢 就哪个做总统 最风光的就是他了 那所以 对于 柯文哲来说 如果他被逼 去接受这个 现在这个 国民党的说法 排第二 做副总统的话呢 他 作为一个新兴政党 他的幕僚支持者 这么不满 他的支持者里面 有这么多人 是反对这个 民进党之余 对这个国民党更加不满的 如果他 参与这个蓝白盒 而做副的话呢 他的支持者会流失的了 民进 民众党 作为一个新兴政党呢 如果今次 参与这个蓝白盒 而做了副的话呢 这个 一旦选输 一旦选输 民众党 就会蒸发的了 那些支持者会离弃他了 所以 所以 对于 柯文哲 来说呢 他可能真的会想 我宁愿 和这个 蓝清德 一旦选输 做一次竞逐 就算输了 就算输了 都可以鼓舞支持者的士气 可以 可以玩悲情牌 可以 继续 去发展下去 但是 如果他 在一个支持者 或者幕僚 都不是太过同意的蓝白盒里面 做了副手的话呢 他的幕僚和支持者呢 就会蒸发的 这个也是 造成 未来三日 蓝白盒再谈的时候 究竟应该找到一个 如何方案才是最好的呢 或者如何交代才是最好的呢 这个是最头痛的地方 对于 国民党来说 他当然是 出动到白鹰狗 出动到朱立伦 都是想以大压少 他们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过 侯友宜要做副的了 百年老店 怎么可以做个 新兴世党的副手呢 这个是 我相信很多 很多国民党的 就是元老 以至他这些高层 都不是很想接受的事实来的 所以所谓蓝白白盒的 潜台词 就一定要推向侯友宜 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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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总统的了 但是侯友宜的表现是怎样 大家有眼睛看 所以 未来三日 究竟 有没有可能 谓出一个 令到蓝白盒 可以翻阴的方案呢 这样 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 放长双眼 其实都不是很长 三日时间而已 去看一下 这场戏 会怎样 发展下去 今天就到这里 报道无罪 知情有价 请职订阅追新闻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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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